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今天要來開的東西呢 是一個學長從很久以前一直在找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學長以前玩咖啡呢 就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玩嘛 那無論是學生時代 或是我上班的時候一個人住在公寓裡面 其實呢 我的沖煮台 可能是你的餐桌 甚至有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平台 它離我的樂園其實都有點距離 譬如說你的樂園可能是飲水機 那飲水機的水溫呢 可能常常是不如你預期的 譬如說你想要稍微高一點點溫 它可能只有88度 可能只有85度 那你的沒有辦法加熱的情況之下 你就沒辦法好好的沖咖啡 或者是你家可能有瓦斯爐台 但是呢你要煮咖啡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把你的手沖壺拿到爐台上面去燒 燒外後拿到你真正沖煮的地方的時候 你又必須要趕盡快的進行沖煮 不然的話當溫度降到離你預期的溫度還低的時候 你可能要不然就要遷就 要不然的話就要拿去爐台重新燒 這有點麻煩 所以從以前學長就一直在思考說 有沒有一些方便的東西 方便的樂園 讓你在做其他事情 譬如說你在磨豆子 或是說在準備濾杯的過程之中 一個小小的樂園 可以讓你的手中壺的溫度 維持到一個好的溫度 但這樣的器材大家比較覺得說好像很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手沖壺的種類實在太多了 尤其是現在的手沖壺的各種材質都不一樣 譬如說這種是我們最常見到的不鏽鋼壺 一般來說可能正常的電磁爐就可以吃這個不鏽鋼壺 但是也不是每一台都吃 為什麼 有些電磁爐它的盤面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的不鏽鋼的底座太小的話 你放上去感應不到的話 它也沒辦法用 或者是說像這種 髮廊的 髮廊材質其實大部分的電磁爐都是感應不到的 那像月凸銀這個底座更小的 你放上去的時候根本感應不到 你就等於說是無法使用的 像這類型的壺其實都很麻煩 那近年來的手沖壺就多了這兩大款 這種款就是 因為它是鐵芙蓉的黑色烤漆的 這一種的它也非常挑 非常多的電磁爐是沒辦法使用的 那像這種是電鍍的 它是鍍一層銅的飛龍的玫瑰金 或是現在很多玫瑰金的壺 它外面都是鍍一層金屬的 這種常常很多電磁爐也是吃不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就是這一台 這台就是學長測試過幾乎可以說是不挑壺的一個電陶爐 那電陶爐其實它的設計上面跟電磁爐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的面板上會比電磁爐來的更熱一點點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幾乎是所有的材質它都可以不挑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三把手沖壺五把手沖壺都沒有關係 有選對一個好的電陶爐 基本上它什麼的壺都可以使用 那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電陶爐 這電陶爐可以看到它的尺寸真的是比較小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來就是為了煮咖啡使用的手沖壺 或是用煮奶茶用的小法蘭鍋 或者是煮茶用的茶水的水壺 用為這一點而設計的 所以它的尺寸就做得比較小 放在在吧台上就不會像大型的電磁爐那樣子很佔空間 而且它的造型上面也做得比較可愛 是個白色的外觀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然後它的爐心的部分就大概是中間 大概是二分之一左右 這一塊是比較燙的 比較熱的部分 那外圍呢有一圈大概這麼厚 這一圈呢是比較不熱的 但是呢也會有餘熱 所以呢我們這邊這部分就很好的部分是 當我們想要讓它水中湖裡面的水快速的升溫的時候呢 就放到正中間 它的升溫速度就很快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保溫 或是說你想要讓它慢慢的爬溫的話 就往外推一點點 讓你的弧的正中心呢 遠離爐的中心 它的爬溫速度就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所以其實這樣的設計本身 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的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就中間這個按鈕按下去 它就會有一個光打開 打開以後呢就開始用最大功率再加溫了 然後可以看到中間很快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就是主要的熱源所在 那外圈的這個黑色呢 它的熱度就沒那麼熱 OK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手松鼓放上去 OK 然後它就開始加熱了 它一開啟的狀況之下就是最大功率 就是大概1100瓦 1100瓦是什麼狀況呢 我們常常用 學長常用的EKG 就是FELLOW的溫控鼓EKG 它的最大功率是1200瓦 所以它的功率其實跟溫控鼓是差不多的 但如果你今天想要 比較小的功率 譬如說你希望的是 你要用煮奶茶 你不希望那個 它一直沸騰 或是說你不希望說 我的水溫升溫的比較快的話 你想要用小一點的火力可不可以呢 或是說你要煮火鍋 你不要讓它一直沸騰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的 就旋轉 聽到低的一聲就代表 它的溫度降一級 那總共呢有11段 然後你 順時鐘轉呢 轉到最大聲 轉不到 再轉就沒聲音的時候就最大段 然後你往下轉 轉到沒有聲音的時候就最小段 那中間總共有11級 OK 所以就大概譬如說 好我現在是最大 聽到最大聲 再轉就沒有聲音 就不會鼻鼻鼻聲了 譬如說我想要一半就好 一二三四五六 大概就是一半左右 OK 所以就是大概是600瓦左右 它最大是 1100瓦 然後最小是100瓦左右 所以就是大概每轉一下 就是100瓦 那這樣的做法本身呢 其實相對來說是 很簡單 而且很智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煮水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就希望它的 功率是最大的 等到我們 大概爬到 90度左右的時候 我們要的溫度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 那如果你想要保溫的話 你就可以 把功率關到比較小的 譬如說關到100 甚至於是關到只剩100瓦 這時候你把你的壺放上去 它就呈現一個保溫狀態 那你在手沖的時候呢 就不會因為 你溫度一下子降了兩三度 你就要拿回去 爐灶上面重新加熱 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同時間呢 如果譬如說你 我們今天要做奶咖 你可能需要熱的牛奶 你也不用去跑去微波爐微波 或是要去 再去爐灶上面 再拿個鍋子再去煮 你還是可以在你同樣的區域裡面 先讓它邊煮牛奶 然後你可能另外一邊呢 你用 譬如說你用Star Resol 用不只插電一式機 先把邊把一式做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右手邊的牛奶已經加了好 這時候你再去加進去 直接做成OLED 或是做成拿鐵 其實都是相對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爐的它的功率 原則上呢 1100瓦已經非常接近 現在目前市面上的 溫控壺的最高效率了 那1100瓦代表什麼呢 原則上就是 從室溫的水 大概30度 30幾度的水 煮到90度的時間 如果是500cc到600cc的水 大約是在4分鐘到5分鐘之間 所以是非常的快速 跟1kg速度差不多啦 1kg還會再快一點點 那1公升的水 就是你1公升從 常溫一直煮到滾 沸騰大概是8分鐘到9分鐘 速度是蠻快的 那一般來說 這樣的一個小小的爐具 對於一個手沖愛好者 甚至是一個開放愛好者來說 它有很多的便利性 真的 不用讓你為了煮一下水而跑來跑去 是一件讓人愉快的事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如果你想要再更方便一點的話呢 學長建議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這種 這種 會有 風明器的溫度機 像學長這一顆呢 就是學長長時間有在賣的 它可以設定你幾度的時候呢 它會嗶嗶叫 那嗶嗶叫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就等於說 OK 我把我的溫度計 譬如說我喜歡90度 我就把我的溫度計設成90度 然後90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嗶嗶嗶叫的時候呢 就把我的手動腹拿下來 就可以隨時準備充足了 那就可以 類似像是溫控腹的功能 當然它實際上它沒有溫控 但是呢你卻可以利用溫度計的方式呢 讓你很準確而且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那這樣的組合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用過以後就會發覺說 以前那種 拿來拿去的方案 或是去加熱又去 又回來沖煮過程 實在是有一點點不能心話 那這個溫度計呢 建議大家買好一點 風明器好了時候呢 就拿下來 然後呢 按下去就關機了 OK 可以看到 我這邊 現在溫度是介於 90跟91之間 它90跟91在跳 這個溫度計跟這個 電桃爐它使用起來的 搭配起來就是這樣 它叫的時候幾乎就是可以煮的信號 可能會高個零點幾度 然後這時候直接自己衝煮的話 就是你目標的水溫 真的非常的方便 電桃爐呢 它還有一些可以值得大家一提的 就是它如果發覺說 它開機以後 如果它改印20分鐘之內 它都沒有任何的爐具 或是說 鍋子也好 手工具也好 沒有上到它的側面 台面上的話 它20分鐘之後它會自動關機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有 不小心 沒有使用 然後導致於忘記關機的事情 它20分鐘會自動關機 那另外一部分是 電桃爐呢 它是有熱度的 所以它 關機以後呢 它會有6分鐘的風扇 會自動去把 這個側面的溫度散掉 可以增加你電器的使用說明 而且也不用擔心說 它一直不散熱會很大 所以這些都是 這個電桃爐的一些很好的好處 那確實在使用上面 真的是非常的便利 那最後呢 學長會利用這個電桃爐 再示範一個有趣的沖法 就是 利用電桃爐的特色 然後我們來進行 恆溫的沖法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做沖煮 那 我目前的電桃爐呢 我是關到最小 就等於是100瓦 它的保溫效果就是蠻好的 那我剛剛煮到90度以後 現在一直維持到90度左右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做沖煮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綠杯是破口煎燒 然後呢 我們搭配新的磨豆機 好 豆子呢我們先有20克 今天研磨度呢 是手沖的 就是這一台磨豆機 大概是11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 接機研磨 OK 好 研磨完畢了齁 然後我們現在呢 一直都是維持到90度左右 所以其實 大概把我們這個壺放在電桃爐上面呢 就維持一個蠻好的恆溫功能 OK 好 這邊開始了齁 我們剛才也先做悶症 好 90度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然後呢一樣放回我們的 電桃爐上面齁 就可以 讓你的溫度呢 一直維持在比較高的溫度齁 那你這樣做起來呢 整體香氣的表現其實會是不錯的齁 溫度維持一個比較高的溫度 你的香氣會比較強 但如果你有降溫的話 酸質會比較強 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 好 現在一直維持到90度左右 好 悶症時間大概30秒 然後 待會呢我們會用4次斷水法 就等於是每一次呢 60cc的水 OK 那讓240cc左右齁 中間可以補一點點沒關係 大概就整體我們就超到300左右 OK 好 30秒左右齁 好 第一段給水 好 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放輕鬆 就給60到65 好 讓濾杯呢 整個淹水沒關係 因為普手建燒的特色就是這樣 OK 然後 這中間呢可能會有10幾秒鐘 它的讓 我們濾杯的水流下來 但是不用緊張齁 反正你的水溫就是 會一直在維持到一個 大概來90度左右 是非常的舒服的 然後呢 OK 接下來第二段 一樣是給65 然後這些給水的過程之中呢 大家都不用太緊張齁 因為普手建燒它 自己會控制你的 它的流速 所以它算是一個非常防待的濾杯 那你就只要 放心大膽的 讓你的粉塵呢 會有吃到水 所以你不用給太小的水 那太小的水呢 反而容易苦澀 就給中水 中大水 OK 好 然後我們繼續給 好 再給中間給下去 就順順地往外翻攪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給60到65 OK 好 那普手建燒真的是 在這一點上面非常厲害 真的是非常的放呆 而且呢 醬蔥起來非常的好喝 均勻 OK 好 遇到後面的時候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這是很正常的齁 因為畢竟空氣被你排光了 好最後一次 好 好最後一次我們一樣 給到300整 301 好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水溫 還是90度 好 才在叫齁 90度齁 89度到90度之間 所以呢 換句話說呢 當我們使用 乾淨90度 然後我們使用一個 輔助的電桃爐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你的水溫控制 一直都要出在一個非常良好的狀態 那如果你很喜歡用 恆溫的方式來送咖啡的話呢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甚至 跟 溫控壺的概念其實是可以很像的 只要你使用正確 但是 你可以用很多個壺 因為溫控壺這可惜之處就是 它就只能用一種壺 那是比較可惜的 好我們來喝一下吧 定溫的這種沖煮法呢 是比較少見的 一般的大部分的壺呢 都是 略微降溫 略微降溫 那這是一個定溫的煮法 香氣就是 特別的飽滿 就是 以POTO建燒來說 POTO建燒它的香氣的特徵 並不是特別的強 因為它的強向是比較均勻的 然後酸甜感很平衡 但是呢 不得不說的是 這一次POTO建燒這樣煮起來 香氣就是 比一般的還要再強一點點 真的還蠻好喝的 那今天這就是今天 電桃爐還有POTO建燒的 沖煮的示範 那如果各位呢 你的霸台 想讓自己更輕鬆一點 更愉快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 有一個好的樂園 你真的會覺得 哇 充足起來的體驗 更加更好囉 OK 好 那我們今天休想看就是說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